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一位很想以后病少些的, 看少些医生的请举手, 个个都举手,我们个个都帮人想病,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没有可能不病的呢? 如果我们病了,有没有可能很快些的呢? 做些什麽才会真是帮到呢? 我不是医生,我又不是去无牌行医去医病, 一会我再说无牌要医病,医病是多余的, 但问题是大家都不知什麽叫病, 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阴差阳错, 我想有五十年,在1975年左右, 差不多五十年前我便有机会认识一些高人, 开始想这个问题, 这四十多年我访问过好多人, 看过好多书,自己体验过好多事, 在临床亦有好多人找我, 现在我想和你分享我现在知道什麽, 如果你真是收到我现在这几十分钟给你的讯息, 以后你做人就不同了,一定不同了, 你是另一个人来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健康担心的, 或是做过手术,或是长期吃药, 时时都去医生进供,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完全不同了, 长江每讲一次这些,有人来听, 就有人不见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更加多以亿计的钱, 因为以后好多人会食少药, 会做少手术, 第一个就是通街的人都问我, 我的病, 食什麽可以食走它, 那些, 经常有人问,在街截着我问, 我老公肺癌,食什麽好, 那些,我什麽什麽怎食,那些, 那些人经常问, 我的病是怎麽才医得好, 做什麽,做起工行不行, 有用的,个个都问, 合理的,如果我病, 我都想知道我要吃什麽, 我要做什麽, 我病就好了, 还有避忌就是有什麽不要做, 不要吃错的东西, 还有他们跟着会问, 你们那套东西是否先医好我的病, 若不是就先不要烦阿叔, 这又是很合理的, 常哥你讲那麽多的东西, 你讲给我听是否先医得好我的东西, 若不是就无谓浪时间, 我便想一次过跟大家讲下是怎麽样, 他还会问,要吃多久才不痛, 吃多久我的肿瘤才会缩到那麽上, 吃多久才某某某某, 或者做多久, 你教我这套功法是否真的行, 你保证或者你有信心, 或者你讲给我听你有实例, 谁做到什麽就医好了, 要做多久才,要做多次才, 他经常都这样问我们, 这样问是很合理的, 正常都应该这样问一下, 反正现在想和你谈谈的就是有无可能不病的呢? 有无可能不病的呢? 佛家经常说生老病死是几乎必然的, 走不脱的,是规律是否真的呢? 在大自然界裡,其实好多动物都不病的, 你想想,有些病了,病了它无医生, 要是自己搞定要是死了,对不对? 但就我的观察, 很多动物是长期不病的, 我们农场有些动物是长期都不病的, 那时养鸡那些, 为什麽我们会病的呢? 还有就是你已病开了, 有无可能以后不病呢? 我又不是想大理, 我又不是想浪费命, 我没有资格讲病,因为我病得很少, 在过去五十多年,我出道到现在五十七年, 打工打了五十七年, 未告过一天病假, 你问我的同事,问我的朋友, 都不见长哥发烧的, 不见你要休息的那些, 病了不上班,真的无缺, 所有人包括我座内都会发烧的, 小朋友,尤其你看小朋友我知, 最健康的小朋友, 他未到一岁就会发烧的, 到两三岁就会发烧的, 然后入幼稚园没多久又发烧的, 很多解释是很合理的, 我觉得,但你留意, 每一次他发烧之后, 他突然间的尺寸是大了的, 有没有听过? 高了,突然间高了, 这是身体的一些功能, 对军队是否要演习, 发烧是一种演习, 可以是这样的, 稍后我会讲, 其实病是一种排毒, 正如月经流血是排毒, 来的,是好事来的, 长哥经常说, 月经其实根本不用流血, 你排卵是一件事, 流血是证明你很毒的, 稍后我会讲, 我们根本无需要流血, 而怎样证明, 死了生后健康的人是无月经, 他有排卵,但不会流血, 不会有痛,又皮气差, 又怎样,不去病有无可能是有了, 现在那些人我都说是长命了, 其实不是, 今日无时间和你讲, 那些人其实无长命了, 只不过是统计数字, 令我们有错觉, 还有政府建制那些专程压力, 现在我们长命了吗, 其实不是, 反而违即使现在长命了, 你看看55岁的人有多少个是健康的, 全部是健康的, 不是三高就是糖尿, 不是糖尿就濕疹, 不是濕疹就整个酵喘, 又这样那样那样那样, 药厂不知几欢迎你, 你猛唱气赚这些钱, 是现场了它们未死得, 但其实它们应该死了, 不过用些药、用些甚麽吊住条命, 是无生活质素, 我们叫做长命了, 其实不是, 即是说本来我们是可以不病, 现在我们无证据, 但看古书, 听很多前几代的人讲, 其实自古以来, 直到最近这一两代人要是很早腰折, 即是说几岁就死了, 由于很多原因, 譬如我爸爸是十六兄弟姊妹, 但只有七个是活到十七岁或以上, 一早他们渔船浸一浸死几个, 跌入海都不知去哪那些, 要是通常是传染病死了, 要是看不到它就跌死了, 即是那些营养不良, 是那些而已, 但如果它30岁、40岁、50岁, 之后就很壮健, 我看过很多80岁、90岁, 精英都不得了, 见步如飞, 丹丹台台, 打水, 臭酸, 完全无问题, 去到最后一日, 差不多他都知了, 我都要走那只, 然后突然间非常好福气地, 闭了眼就走了, 甚至知道明天中午就走, 吃了今天这一餐, 即是昨晚还吃两碗饭, 嘻哈今早就不起床, 去到一百零几岁就是这样, 这才是人的正常, 没有理由现在人那样, 五岁就酵喘, 八岁就癌症, 待会有糖尿, 有濕疹, 又敏感又什麽什麽, 现在我们个个都是长期病的, 无理由是这样, 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病是否一定要有病呢, 我的答案就是no,yes and no, 如果你说是头云生气, 咳嗦那些一年有三两次是很正常的, 就是小小那些, 这是我的比喻就是, 军队是要操演的, 要去练习的, 实习的,去演习, 这是正常的, 每一次演习, 这些白血球在做事是对我们加强我们的免疫力, 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病, 是什麽什麽绘扬那些, 常常都讲, 你如如如一般人这样不食生去食熟, 即是食粥仔, 自小时很小时, 你八个月就被人喂粥仔, 由那时开始发炎, 一食熟食就发炎, 你从六个月发炎到现在, 这一点都不正常, 人是不应该发炎的, 一般来说, 除非是很特别的, 有些菌,瘟疫那些, 人是不应该无端端血糖, 或是劝压或呼吸那些出问题, 所以病是否一定要病呢, 即是未必,不是, 有些人稍后我最后会说是需要病的, 你们听下去了, 然后就问是否病去医呢, 我的答案是no, 这个病是无用的, 我们就说一般的医生就是见病医病, 即是说你发炎和你退销, 你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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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便,你痛和你止痛, 这是见病医病, 我们经常都说是治标不治本, 病是有本的, 现在想跟你讲, 我想你理解病的本在哪, 现在我们的医生是主流医学, 现在医学有两种, 可能你未听过, 第一次你要听,以后记住, 所有的医疗系统, 医学的方式, 医人的方式, 自古以来过去十万年都是自然疗法, 其实无一样叫自然疗法, 经常都说, 现在我们有中医有西医有自然疗法是错的, 只有自然点的疗法, 是顺服自然的疗法, 现在一般所讲的自然, 我未读过的先, 但我看了那麽多案例, 我认得那麽多叫做自然疗法的医生, 他们都是集中做一些事的, 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自然疗法, 譬如排毒、食疗那些, 但其实所有的医疗都是顺服自然的, 除了一样, 医疗有两种, 一种是顺服自然的, 一种是违反天理的, 是反自然的, 日本的医学, 传统是印度医学, 中国医学, 埃及医学, 巴比伦医学, 我们所讲的杀满, 甚麽很多部族土著的医学, 全部是跟着自然去的, 之后一样不是, 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西医, 西医不是西方的医学, 今天不详细参开来讲, 想你明白先, 它们两个手法是违反自然的, 大家中医现在都迫着要见病医病, 因为被西医已经控制了, 我们大家人洗脑, 就以为咳就快点咳咳, 咳就要快点搞定, 不要再咳, 反消就要退掉它, 全部都错了, 真正的中医及其他疗法那些, 都不应该和你止咳, 不应该和你斗恶, 不应该和你退消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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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你的身体是需要恶, 需要咳咳, 你不如咳咳救它, 稍后我说是需要排毒, 排毒就不用病, 就是这样, 但你做相反的事, 你不让它排毒就搞到很大祸, 这些是很严重的伤害, 病不是要来医, 医好病都无用, 再讲一次, 医好病更大祸, 你只会继续病, 越病就越严重, 好似自然疗法的看法, 很多人都说我现在濕疹很痛苦, 真是很痛苦, 我自己也试过濕疹, 很辛苦做不到人, 但我现在知道快些多谢你的濕疹, 快些感恩, 好彩是濕疹, 皮肤有时在外面, 你的身体选择在外面做事, 就不在外面做事, 在外面做事就入心入肺了, 跟着你的腸有时了, 跟着你的心脏有时了, 跟着你的血有时了, 你的骨有时了, 我问你, 你宁愿血癌老癌, 还是宁愿濕疹, 给你选择, 很明显, 两个不好, 现在是要一样, 还有第三样, 即死, 撤死, 现在人们就选这几样, 就是这样, 你选哪样, 有些人会选撤死, 好福气, 走鬼了它, 是人都知道, 宁愿皮肤是甚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搞定皮肤不再痕, 是无用的, 你搞定这些痛, 你要知道为何要痕为何要痛, 这对你有益, 你完全不知身体发生甚麽事, 我读完小学, 读完中学, 读完大学, 一跳不通这些, 因为我们的主流医学, 叫西医那只, 勘冷又很小过教唤我们, 他们就好生意了, 他们只懂用药, 用手术去处理这些, 勘冷违反自然的, 好, 就是我现在想讲, 你要知道为何你要病得, 现在我问你, 为何你会糖尿, 为何你会胃羊, 我随便说乳癌的, 你讲不出了, 你讲那些陷冷都是很表面的问题, 很低层的问题, 现在我便想由很低层的问题来讲起, 病是有三样的, 我这个人是有三层的身心灵, 第一样是说身, 身就是指生理的问题, 是生理, physical, physiological是我们生理的问题, 我们是物理的问题, 即是看到的有得给你摸的, 有得可以量化的, 那些我们就叫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是很简单, 根据自然疗化的理论, 所有病都是因为很毒, 身体裡面你积了很多toxin, 即是毒素, 中医都是这样看的, 只有西医不是, 你身体那麽毒, 身体受不住就要做事, 现在我们先讲个身, 还有第二样是个心, 稍后我们会讲个心, 其实不是个身的问题, 身的米都是个心的问题, 心的问题其实是灵的问题, 稍后我们逐样讲这些, 先讲个身, 身就是以身体, 刚才我讲的, 为什麽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事实, 现在我讲给你听, 听清楚, 排毒等于生病, 病就是要排毒, 排毒就不用病, 是同样东西, 譬如你发烧, 发烧是因为身体要排毒, 你为什麽这麽痕, 出那样出那样, 是因为有些毒要發出来, 你为什麽要吐, 要磨, 要咳, 是因为你要扔些东西出来, 反过来就可以了, 第一, 你身体无毒, 一早已无那麽毒, 你不要弄到它那麽毒, 又不用咳,又不用出东西, 更加不需要有肿瘤, 是那麽简单, 排毒就是同样东西, 分别在哪, 分别在哪, 生病因为身体太毒, 我说了, 然后排了毒, 身体就不需要用生病的方法去扔些毒出来, 即是你现在我和你身体这麽毒, 不要惨了搞到这麽毒, 你有两条路, 一个是自己搞定它, 你又不去做, 你又不去洗腸, 你又不去断食, 你又继续吃那麽毒的东西, 身体顶不住, 你又不做事,身体无选择之下, 就是病了, 就是发烧, 就是出事, 就是溃养, 就是癌症那些, 是你自己不去做事, 身体不做不行, 就是这样, 首先要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现在的西医是否有态度, 改变了, 二十年前我问过那些西医, 之前我说, 刚才我讲的那些, 他说, 没有这麽事, 什麽毒牌什麽毒, 怎麽有毒呢, 我说不好意思, 他只有无知, 累死很多人, 你知不知你现在身体有多毒, 怎麽你会头痛, 怎麽你经常这麽疯, 怎麽你经常流鼻水, 怎麽你经常咳, 怎麽你经常这麽, 怎麽你成面斑痕, 怎麽你皮肤那麽粗糙, 全部都是因为你很毒, 怎麽你睡得那麽差, 现在很污染, 这麽不详细讲, 我只讲这麽都讲几个钟头, 空气, 下面有个双场巴士行过, 就已有六百种致牙物质, 还有这麽如果是中央空调系统, 就是寸动大厦, 最毒的东西是不断地循环, 譬如楼上有人用影印机, 成座大厦人都吸引印机发出来毒, 实有这些, 有人吃烟, 现在没有了, 现在办公室不准吃烟之类, 食物一样都那麽毒, 不讲了, 食水几毒你知不知, 还有复射, 现在周围你手机为何用到, 因为有很多锅, 发射器和转发那些什麽东西, 就是这样, 我们身体长期在剧毒的环境之下生存, 长话转说, 现在想你知道就是这些都不够毒, 最毒的东西是什麽呢, 就不是弄下去的, 例如你用微波炉, 你用风筒, 这些全部都有幅射, 有电池墙有什麽那些, 这些都小疑惑, 最毒是裏面自己搞出来的, 就是负面的情绪, 什麽叫负面的情绪呢, 就是这些, 紧张,好生气,好害怕, 担心,怕青,好急, 放不下还好生气一个人, 觉得好转网, 未写完的有段时间, 以前世界不是这样的, 久不久都会有这些事,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但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在城市, 好似我们现在的生活, 日日都是这样的, 今日不知明日是什麽事, 明日的事倒了, 明日政府有一条新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移民, 有什麽有什麽有什麽, 你间公司会否倒了, 你部门会否合并, 你没了份工, 你这一行, 成行可以无了, 成行业可以无了, 譬如你现在做会计, 你是数着何时呢, 成行无了, 哪需要会计, 软件搞断了, 有AI之类, 你现在驾货柜车, 你知不知十年前, 美国已经的技术, 已经可以做到, 全部不用人驾货柜车, 但美国有六十万人驾货车, 如果这种技术是给他无人驾驶货车, 怎麽搞断这六十万人, 所以今天还有人在驾货车, 是这样的, 你现在做哪行都好, 我那行都是, 翻译, 你必须需要行动翻译, AI做得很好, 即是怎样, 即是我们长期生活在, 不知明天有甚麽事, 将来风越来越厉害, 将来水浸越来越厉害, 将来无东西吃, 将来是什麽, 我长期一直说, 我说很快水浸上电车路, 长期的, 不是九九一锅, 全部地车浸了, 这些海水, 精度很快浸进去林村, 即是荃湾九龙什麽都浸了, 黄大仙这些不用说, 不是我讲的, 是林超英讲的, 将来的水位是去到林村, 将来是我们有生之年, 可能十几二十年, 你别想玩那麽久, 现在我们长期生活在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 今天不讲那些, 讲我们为何那麽毒, 这些才是毒, 这麽毒令我们产生 神常线素那类紧张荷尔蒙, 我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状态之下, 身体是好毒的, 这些东西你看我其他片慢慢介绍, 令到我们长期的身体积好毒, 这毒是远远超过你舌下肚那些, 你吸进去那些毒, 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通街的人都癌症, 通街的人都糖尿三高, 什麽什麽什麽, 个个人都是在那儿, 看他行得走得, 其实他成身伤了,残了, 我们个个肝都是得回, 我估计一半的功能都无, 又夜睡,又吃这些东西, 又常常担心, 又屈结好多东西在那儿, 又不做事又不去排毒, 就是这样, 好, 所以说了很多就说回头, 你自己乖乖地去排毒, 那便不用再病了, 自己排毒有万千样方法, 弹琴可以排毒, 唱歌可以排毒, 写书法都可以排毒, 抄经那些, 打坐可以排毒, 还有跳舞可以排毒, 聊天都可以排毒, 又拍打, 待会又做气功, 很多很多很多排毒的方式, 但是, 为何要提出来呢? 第一,你有没有做? 我问你, 现在你在做什么排毒? 还有食疗, 他们说喝绿豆水都可以排毒, 那是真的, 但是,但是,但是, 记住, 所有这些东西救不了你, 因为太迟, 太慢, 搞了这么多年, 长歌发现, 只有三样东西是可以快靓正, 我们现在去到这样的位, 就不要等你抄经书法去排毒了, 救不了你了, 你死了都没有效, 不要只靠跳舞, 靠三样东西, 我心目中最好的方法, 第一是钻食, 钻食就是中段进食, 我的理解,我的定义, 只要说吃少些, 就很近, 有万尊仰方法, 有些人是这样做, 有些人是这样做, 看我的书, 长歌剩下钻食的片都有几十条, 你在我的YouTube频道慢慢看, 我又写了书, 你可以放箭指板, 还有我很多本港东食生的书, 都有提到钻食那裡, 你可以看到这些介绍, 总之是做, 我自己每个月都做, 也都是带人家做, 带了差不多三十年, 做过无数次, 試过很多样钻食, 如果无人带着你, 就不要乱做, 钻食很安全, 不过你不懂做就可能出事, 就是这样, 最出事就是因为你贪心, 不详细讲了, 你自己去看, 这样就要做, 第二样就是洗肠, 洗肠是最快的, 下一次你发烧的时候洗肠, 立刻退烧, 下一次你吃错的东西, 在那里面事物中毒很辛苦, 不要叫急症室去洗肠, 大部份我们以为要去急症室, 现在你去急症室, 动些就换几个小时, 大把人比你严重, 不病都会病, 记住医院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细菌又危险, 心情又危险, 不好意思, 我认识很多医生护士, 我很尊敬他们, 他们是很有心的, 但他们仍然很危险, 由于很多原因, 不是他们的错, 洗肠, 洗肠有很多种, 总之我想你真爱自己, 真不想病, 想都别想,做, 第三就是食肠, 食生和排毒有甚麽关係呢? 当然有, 两样东西, 一样, 当你食了生后, 你就不会食那麽多有毒东西下去, 自然食少很多很多很多, 可能食少十倍有毒东西下去, 所以不用排, 身体已经碰了很多, 还有因为这样, 身体就有能力, 去将本来很毒的东西排出来, 去做事, 如果你不断帮毒东西下去的时候, 身体都不知怎麽处理, 即能力的极限, quota已经超表得很厉害, 如果你是食生的时候, 它就会逐渐下降, 还有身体会有能力, 它自动, 身体本来是自动会排毒的, 我们皮肤是要排毒的, 我们肾是要排毒的, 肝要排毒的, 胆都会排毒的, 但我们平时是因为它的功能差, 我们保养得差, 因为毒太多太多太多, 它根本处理不了, 你做了这两样, 加上食生后, 治到身体就可以移动了, 第二个原因, 我说身心灵记不记得, 就是讲心, 刚才讲的那些很基本的物理层次, 这都是低B的, 现在讲些不低B的事开始讲了, 即你问我吃多久才这个病吃得掉, 什么都不要讲, 讲你的心先, 你想病床会病, 所有病都是因为你以为你需要去病, 我怎知你何时才肯不再去, 希望病, 心是代表什么, 什么叫心, 不是跳起这个heart, 是指信念思想情绪, 三样东西加起来, 其实一样东西叫态度, attitude is everything, 是你做人的态度, 我是讲这些, 你这些变了, 你就不会病, 你搞到那样毒, 刚才我没讲, 最毒的那些是我们里面自己搞出来, 就是那些负性思想, 负性思想是怎样来的, 就是这些来的, 你整天都开心了, 那便无毒, 你开心的时候, 大脑就会发出快乐的荷尔蒙, 跟刚才我讲那些紧张荷尔蒙相反的, 它们就会令你的身体很放松, 很舒服, 轻松, 身体自己做事, 从来无病是医好的, 再讲一次, 病不是被人医好的, 是病是不需要再病, 它自己消失的, 功成身退的, all healing is self healing, 之后你才可以搞定你的病, 不是医生, 你想病才会病, 病有很多好处, 你以为病就不需要上学, 很小时已是这样说, 病就不需要上班, 病就不需要交project, 病就不需要回去给老板骂, 病就可以这个会不用开, 病可以拖多些东西, 病可以博同情, 譬如你想去固埔, 真实我见过很多, 你想去求他回来, 病给你看, 我睡了五个月医院, 他心远了, 还有我那时对你不住, 我现在惩罚了, 摆平了, 大家觉得两无相欠, 得米就拿回老婆了, 譬如这样说, 很多这些我们心理机制, 你今日说不完, 你想病就求他病, 所以医病只有一个方法, 令到你不再想病, 所有病都是心病, 所有病都是心病, 心病又怎样, 要什麽医的话, 心药医, 心药怎样来呢, 现在就讲这样, 讲我个人都会讲, 去哪找心药呢, 心药不是去淘宝逃回来的, 是什麽呢, 治愈衰的, 病的问题不在病那裡, 在人那裡, 所以真正的医生就去医人, 问题又来了, 我是医生, 不论我是什麽医生, 所谓治愈疗化医生, 我是中医,我是西医, 你来我那裡, 你说脚很痛行不到, 站不到起床, 那我就说辞了份工, 辞了份工, 你又记得起床, 你走的了, 你喜欢做哪样, 你转行吗, 转了行你走得, 一定, 我亲自做过几个这件事, 病就是你为何行不到, 为何医极也医不好, 就是因为你站不起来, 为何你行不到, 你不敢开步走, 你生命不敢向前, 你无方向, 你不知行哪, 所以你是我的病人, 我就说, 找一份你喜欢的工, 你觉得我痴线, 我看医生你叫我什麽, 是真事来的, 有些真正的医生, 就是一看到你, 就是说, 哦,你的肩膀, 你背着你老公很多东西, 换那个老公才说, 你觉得医生痴线, 否则你永世医不好, 医你做物理治疗做什麽差都好, 都不会好, 因为身体要透过这些讯息告诉你, 你背不起这些东西, 强哥就是, 我想有机会你听我其他, 我失声几年, 我学过了所有发声, 我原来知道, 很多人都说, 叫我强哥, 你吃些什麽润一下喉, 听着你把声都那麽沙, 我以前把声不用麦, 三百人或以上是完全听到的, 但自从那些所谓社会运动, 自从需要戴口罩打针之后, 我完全无声, 四人不讲话都讲不出话, 闪了声, 你们看我前两年录影就知道, 我原来知道问题在哪, 因为我不敢讲话, 我一讲就坐牢, 我一讲就被人插到什麽, 有七百人即刻骂我, 在我的Facebook那裡, 一千多人我禁止了那麽多东西, 还讲了什麽, 还有我要讲的东西, 各个问十万九千次, 不好意思这班都还在问, 还在问天寒地冬吃生怎麽算, 我已经讲了十万九千四百三十一次, 你还问我, 我不想讲, 为何不可以找人替我讲, 所以身体是告诉我听, 想我收声, 千万别再讲, 是这样嘛, 所以是个人的问题, 不是个病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个心的问题, 不是病病是人病, 所以人的问题就是, 我想我要请我的助手Maria来, 就是个心不肯打开, 即是说, 是我们要转的, 是要改变了个心, 心一转了就什麽事都无, 就不用再病, 是这样嘛, 看看先, 是了, 个心不再病就无了病, 病不是要医治的, 病是你改变了那些东西, 不需要再病, 攻城身退, 病是会走的, 你的肿瘤就会走, 你排毒的肿瘤就会走, 肿瘤是要和你固住的毒, 你割了它,它就会确散, 它就剩多几个, 所以为何我们的主流医学, 搞多少都搞不成呢, 就是这样嘛, 好, 不好意思,这儿又不动, 所以好多人初听长谷讲, 是觉得不知我讲什麽, 还觉得我瘋了, 我希望你听到这儿, 就是明白, 其实不是他搞那个病, 好, 好,可能这儿无电, 是吧, 会不会, 好,或者你给我按, 好了, 心怎样医, 心药在哪, 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讲下医治病, 中医治人, 可能你听过了, 请按一按, 再看, 上医治生, 我讲多两句, 以后我继续按, 就是基本水平的医生是治病的, 刚才我说, 你发烧他跟你搞你的体温, 你咳就搞你的咳咳, 中等水平的医生就是知道了, 刚才我讲了, 是你老公的问题, 是你份工的问题, 是你份生意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会接受医生讲这些东西, 是吧, 是吧, 医生说快周盆生意先, 不是你不用医, 是这样, 那你怎接受呢, 我们以为医生是要做这样的事, 上国时都说不用医生就是这样, 我们要医生的角色, 正是为你止痛, 正是为你推销, 现在我讲的就是, 推销是无用, 更坏, 我要找个根本, 治标要治本, 本是你份工, 是你其他问题, 所以下医, 中医, 然后上医, 就是搞个心, 行不行, 心怎算呢, 还有一句, 跟着你会出的, 就是下中上之外, 还有一个神医, 那个才是真正的医生, 心怎知, 个个都会讲, 就是靠医神, 神是甚麽呢, 我们要等这儿出来先, 不好意思, 你现在想回头, 你那时的病, 或者你认识你家哪个病, 究竟跟他的生命有甚麽关係呢, 我认识你听过长歌讲心医那些都是说呢, 譬如乳房有时, 乳癌那只, 就是因为他有捕育的需要, 而无满足到, 即是说, 我们无人做这些调查, 你调查就知道了, 凡事快快乐乐满足地, 喂个奶给BB, 这些人无资格生乳癌, 就是因为你要有上帝或是谁给你用, 你不用出事, 他们告诉我修铝尼菇, 整天都子宫癌尿道癌, 都是生殖系统出事, 他们无用到, 他们有这个需要, 有生儿子的需要, 他又不会生儿子, 就是这样, 好,看一看, 神医治神, 什麽叫神医呢, 就是说这件事, 真正的医生都是生命教练, 我说这句话又被人骂了, 最近被人骂得很厉害, 得罪很多人, 我们是迫着医生做一些多余的事, 真正不多余的事就是, 你快执盘生意, 这儿不合你住, 快去巴西, 以后不要回来, 那你不用病, 病不是要来医的, 你的病是因为你顶不顺香港, 你的病是因为你顶不顺老婆, 你的病是因为你需要换老板, 病是否清楚, 是这样, 所以我可以做生命教练做的, 不是说我们厉害, 而是我不舍去医病, 我觉得是累人而已, 帮不了他, 我真是要帮人, 真是要帮人, 就是帮他找回一些东西, 现在讲了, 是什么呢, 病因身心灵记不记得, 灵的问题, 灵的问题就是灵魂使命, 什么叫灵, 灵魂使命, 今天无时间跟你慢慢讲, 很简单而已, 你觉得很虚无, 就是问你你现在在做什么, 现在我问你, 你现在回家, 明天你以为你在做什么, 你以为你煮饭, 你以为你上班去什么, 这些是否真是你生命剧盘要你做的事, 通常都不是, 如果是你便很健康, 就是这样, 为何你要做, 譬如我随便说, 你说我持小巴, OK,好东西来的, 持小巴, 为何要你做, 是不是你最适合做, 持小巴, 你持小巴如果持得很满足, 很有满足感, 不只是打份工, 你不会生病了, 就是这样, 为何要你做, 为何不是他做, 为何要你做, 还有, 你得到几多满足感, 你得到几多满足感, 就是满足感这一度, 我来找我的案主, 病到七彩, 医疑了医不好, 那才来找我, 是吧, 个个都有案上下的来头, 都是一个问题, 他做了一世, 打工打了三十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 一点满足感都无, 他是很成功的, 赚了很多钱, 他公司赚了很多钱, 对社会有何贡献, 不过不过, 大部份人工都是对社会有害, 他知的, 其实他里面知, 一点都无帮到人, 只不过是我现在出粮, 我有生活是这样, 这样就出事了, 所以我就是问你, 你现在做人有几兴奋, 有令到十, 你的兴奋度是几多, 一看就知道了, 头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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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做比较联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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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为何还会玩下去呢?你找不出玩下去的理由吗? 就是这样,我们的身体个个都不想玩,个个都想死, 七十年前九十年前,西方欧洲哲学就是讲Death wish, 死亡以欲,不是我发明的,我们个个都想死, 我由中六开始想死到现在, 每一日我身体都说不玩了,走啦, 我弟弟就是这样,我妹妹就是这样, 我另外一个弟弟也是这样,走啦,还在做甚麽? 很多人叫我常开移民,你去哪都去哪, 我知道无解决问题, 为何身体要陪你玩下去,就是这样, 身体想死才会那麽毒, 我讲刚才那些,我为何要那麽毒呢? 因为你身体想死, 为何你这样想,刚才我说你那麽扶性那些, 因为你身体想死, 所以对症下药,你要治本的问题就是, 令身体不想死,为何令身体不想死? 就是这样,你只有一条路, 你身体不想死, 长哥如果开药,开一条药, 开来开去都是那条药, 即是不再想死, 怎可以不再想死呢? 就是这样,从然你又激情, 你有多兴奋,你问我的同事, 长哥经常都在这麽兴奋, 那麽开心,做好做做,做好都不累, 所以我帮每一个来到我面前按住, 我只做一件事,点着他那把火, 让他想去做事,有兴趣去做事, 做得其实都不累, 那病就走了, 什麽东楼,什麽三膏,糖尿,湿碎, 所以长哥够胆讲糖尿,五分钟就搞定, 为什麽,譬如糖尿, 为什麽他吃了身体那麽毒, 吃到现在这样的身材, 他心里无意义,他收不到爱, 到他有激情的时候, 迷迷迷上去做,他就不会乱吃东西, 他就不会租出身体, 他设置身体,那便不用生病, 就是这样, 我用这方法,我无学过的, 不过我知道我应用着一些原理, 就叫做logotherapy, 大致上我们中文叫做意义治疗, 就是找回生命的意义, 什麽叫找回生命的意义呢, 就是我问几个问题, 你知道我经常问,你有多特别, 有甚麽不同,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知不知你的财是甚麽,你有无用这个财呢, 我们个个来到这个世界上,个个都不同的, 你又厉害这样他又厉害那样, 当然是这样的, 好多人都说我什麽都不厉害, 这就是问题, 你为何以为你什麽都不厉害, 有甚麽可能的呢, 即是我这些案主很不厉害, 我经常都这样说, 你有无尽展己才,为天所用, 天是给了这件事你,你要去用, 我们都不知天给了什麽我们, 就是这样了, 所以你想这一世人不病, 是兴奋就觉得很圆满, 这是我自己最近这很长时间越来越觉得, 我早上起床很开心, 因为我今日很感恩, 我有机会做甚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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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晚我知道这班有哪个会在, 有哪个有甚麽问题, 听了我之后好似现在这样, 个个都收到很多东西了, 我今晚睡觉就很满足了, 就是这样了, 我自己去支援我的案主, 个个都是这样做的, 第一就是两个觉醒, 觉醒就是刚才我做过的事, 你知不知为何你病先, 你知不知为何你现在病先, 你知不知为何你是这个病先, 即为何,你是我随便说, 为何你是抢盐又不是兼奏盐, 即是这些, 你知不知这代表甚麽, 身体想说甚麽给你听, 觉醒,让他知道怎会病先, 然后便是变心, 变心就是态度改变, 以后不是这样看, 多谢这个病救了我的命, 多谢我的濕疹,多谢肿瘤, 例如这样说, 还有对生命之道, 我要做事, 我找回一些我很喜欢做的事, 我有这样的能力, 我有这样的天分, 原来我未用过, 快些去用, 时刻都是问这个问题, 我先讲完这些, 第三就是行动, 刚才我讲了两样, 再看回, 就是第一觉醒, 第二变心, 第三行动, 行动就是你定一个计划去做事, 就是这样, 只要问一个问题, 你明天假定你睁大眼还未死, 这世界有何分别, 明天有你在, 和无你在,有无分别, 你讲不出,死得, 无人救了你,你继续病, 我可以扮医生, 如果我是医生, 我可以继续为你做这样, 赚你钱而已, 无帮到你, 这是我这麽多年的经验, 好多人受不住, 你听到多少呢, 就不关我事了, 最后我的病怎麽医得好, 你现在知道, 有答案了, 常哥这一套医不医好你的病, 医不到的, 因为病不是要来医的, 医了都无用, 怎麽吃走你的病, 病不是吃走的, 就是不在生命有无可能, 是有的, 生肥有两种, 刚才我讲, 那些演习式那些, 就是个个都要试下, 久不久, 久不久留下鼻水, 久不久有头昏或身兴, 这些是正常的, 因为那些菌不断变, 我们要搞定这种菌之后, 隔六个月有第二种菌, 有变种有什麽, 我们是要发火烧去适应他们的, 所有病都不用医的, 刚才我讲了这一切, 这病是无好处的, 所以病的原因, 我们要去看身的层次, 深的层次, 灵的层次, 怎麽吃走我的病呢, 不用再问了, 那麽说, 吃得对不一定病会好, 你知道怎麽解, 你都不想好, 吃得不对肯定很难好, 你做人往后更无可能健康, 你不要以为, 那说那麽多我吃什麽都可以, 不是, 你爱自己,你去到多尽, 你怎麽吃法, 还有做, 我做些什麽, 你学这些器官, 做多久才好, 做得对不等于你的病保证你治得好, 不是治好的, 你都不想好, 如果你不做得对, 你又不去做, 叫你曬太阳你又不曬, 叫你出汗你又不出汗, 那病肯定更能好, 做人更能幸福, 要讲的就是这麽多了, 今天多谢, 祝福大家, 多谢我们的病, 多谢我们身边那麽多人教晓我们那麽多事, 都多谢医务人员, 他们尽了他们的努力, 虽然以长哥的立场, 我自己的经验是帮倒忙, 多谢